第41章 讨杀2.0 不能攻击 沈青秋杀那剑第一反应就是把手按到休亚剑上 可立即反应过来 不能攻击 这环是他当初叫过落冰河的 在梦魔节节范围之内 攻击梦境中的人 实际上是在攻击自己的神志 沈青秋额头浸出冷汗 他居然完全莫发现 是从什么时候进入节节范围内的 正逃跑呢 他总不置屋跑住跑住在路边睡住了吧 岁月人本来就不会记得 梦是从什么时候如何开始的 身后一个税嫩的声音转来 十尊 这声音刚才在耳边分明无比软糯可爱 可现在听来 竟然有一股悦不出的森然之意 幼年的落冰河在他身后 悠悠地道 为什么不要我了 沈青秋果断不回头 拔腿就走 这些无面之人岁月都在看住他 不对 不能越试看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眼睛 可怜都对住沈青秋的方向 他的的确切能感受到无数视线投射过来 沈青秋通通假装看不到 镜子往前猛冲 有挡道的就一巴掌扇开 忽然 一只手截住了他的掌缝 转头一看 这只手虽然纤细 力量却大得可怕 简直像一只铁姑 十四岁的落冰河 牢牢把他的手腕钻住 脸上除了常年不散的欲伤 都是满意的忧郁 那双漆黑的眼睛直勾勾看住他 近在咫尺 你还来 沈青秋甩了三次才摔脱 拨开人群继续往前跑 第一次是幼年 第二次是少年 再来个成年版的 他就真扛不住了 可这条长街旁浮沫有尽头 总也走不完 在道路两旁的小滩 嬉戏的五脸顽童 欲鬼灭少女们出现了第二次后 沈青秋中屋确定了 梦境里的这条街是循环的 也就是月 往前走根本走不通 既然前后不通 那就另辟蹊径 沈青秋左右望望 闪到一箭九四之前 九四门前大红灯笼高挂 红光优艳 木门却紧紧闭住 沈青秋拉开大门 才刚迈进去 身后两身木门立即猛的自动摔上 屋子里黑悠悠的 魂有嗖嗖冷风流过 不像是置身一件九四 倒像是摸进了一个山洞 沈青秋倒不意外 梦境不能以长理揣夺 每一扇门后面 通往什么地方都是有可能 这时 耳边浮起一阵怪异的响动 那声音旁腐垂死之人 被扎穿了肺部 煎挪无比的喘息不至 痛苦万壮 而且 似乎不止一个人 沈青秋打个响指 指尖飞弹出去一枚火光 射向一栋转来的地方 火光敲纳地方的景象 映照得无异于漏 他瞳孔顿时收缩成微小的一点 柳青哥正手持成鸾剑 倒转剑柄 往自己胸口刺入 他身上血迹斑斑 大片触目惊心的身红 伤口不止一处 嘴角血流如注 看来已经不知道 朝自己身上捅了多少剑 脸上表情却四怒四狂 总之就是极度亢奋的模样 明显一剑神志不清 走火入魔 这画面在昏黄的燕光照耀之下 害人至极 沈青秋一时剑居然忘记了 这环事在梦境之中 不上去就夺成鸾剑 那把剑已钉在柳青哥心脏症中 沈青秋知青青一碰 当场咸血狂喷 咸血默喷他一脸 满眼线红 沈青秋稍稍清醒了些 后退两步 却又撞上一人 他猛一回首 月经元正低住头 与他对视 虽然是与他对视 那双眼睛却空没无光 从喉咙到胸膛 四肢腰腹 密密麻麻刺满了漆黑的箭矢 万箭穿身 沈青秋猛地明白 这些是什么东西了 这是他们本来的死状 本来应该由他亲手促成的死状 沈青秋忍不下去了 他宁可在外面被一群无脸人围观 也不想看这种东西 他朝进来时的方向退去 居然针及他摸到了那山木门 沈青秋如蒙大射 一脚踹开门就往外冲 这次心神不稳 自己乱了阵脚 跌跌撞撞的 居然有几分狼狈之态 街上所有人都死寂无声地注视住他 正分不清天南地被试 沈青秋一头撞入一人胸膛之中 那人立即反手枪他一搂 抱了个满怀 沈青秋一惊 立即抬头去看 这人比他高一些 身长玉立 黑衣如墨 只露出白皙的颈部 在网上 就是一张罩住脸部的争鸣鬼面 沈青秋环莫乐化 便有带住沉沉笑意的声音 从上方转来 师尊 小心啊 根本不用掀开面具 也能知道后面是谁的脸 沈青秋猛地一睁 对方倒也莫强硬地压直住他 挣脱到一步挪 一连退了朔步 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外 沈青秋才定住身形 他道 这座城都是你造的 洛冰河慢慢去下面去 他脸上表情 似乎是在遗憾鬼捉人的游戏 不能继续玩你下去了 道 不错 师尊以为如何 沈青秋缓缓点头 面无表情道 不愧是孟魔的青传弟子 幻境能精细到这种程度 恐怕比起当日孟魔 为困住他们造出来的那座城 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 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 他内心所恐惧的一些事物 原本洛冰河心情好像还不错 听了这话 唇边笑意却淡去了 道 我不是孟魔的弟子 沈青秋 你不是拜他为师了 洛冰河憋了一会泥 用赌气一般的口气回道 莫有 好吧 莫有就莫有 沈青秋觉得这问题莫必要多纠结 洛冰河道 师尊 如果你愿意自己回来 什么都好愿 沈青秋道 这算是从轻发落的意思 洛冰河道 只要我不化取你体内添磨之血 你逃到任何地方也是枉然 沈青秋道 哦 是吗 他笑了笑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不亲自来抓我 洛冰河僵了僵 同中似有火花一闪而过 沈青秋现他这幅模样 心里更有底了 他慢悠悠地道 你那把剑出问题了吧 天助我也 洛冰河坠下无剑深渊后 在远古巨兽府中寻到了魔族铸剑大师 耗尽毕生心血锻造的一把旗剑 此剑名为心魔 听名字就知道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对吧 那是必须的 越是强大的灵器 越是挪移驾驭 心魔剑从古至今 一手百余主人 无意不是各族天纵奇才 饶是如此 最后也都逃不了 死无自己剑下的宿命 心魔剑会凡是持有者 如能使之沉浮 他就是你手中的戾气 如有一天无法驾驭他的戾气 你就是基剑的血迹而已 原住洛冰河是在进入魔界副本后 才出现第一次心神不逆 险些被反射的情况 之后还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开启了长达五百张的剧情之线 收了八个还是九个妹子 可现在 随住剧情的错了 反射的情节也跟住提前了 心魔剑的反射那部可不是好玩的 怪不得他莫追来 忙住闭关补救 当然莫办法亲自来捉他了 谁让你缩短练级速度的 沈青秋心中正咆哮不止 突然 洛冰河抓住他的肩膀 用力一扯 吃了 怎么又来 又是猎衣 每次都撕衣服 你羞辱人的手段只有这一招吗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洛冰河脸色都快黑成锅底了 一字一句 像是在嘴里咬碎了才吐出来 就算我本人不能来 师尊也别太高兴了 沈青秋这下更狼狈了 抓紧余下的布料 便怒道 你干什么 那你也别撕我衣服啊 系统 爽度加五十 变态啊 为什么感觉这么变态 洛冰河手中一用力 白衣布料翩翩消解 随逢而是 他还不解恨 朝沈青秋压过去 沈青秋一看他眼神 就觉得恐怕磨完磨了 怎么回事 感情洛冰河还是个思议狂魔 他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可以末发真正的还击 只得涂带招式 不带灵力 向止性的抵挡一下 十几招推送往来 心结无论 洛冰河明明可以稳战上风 却偏偏猫捉耗子一般 耐心陪着他缠斗了一番 沈青秋动作快是够快 可不知为什么 瞄准了的一掌打出去 就像打在棉花上 在洛冰河眼里 彭甫总是慢了一拍 他总能不慌不忙 以豪息之差错开 再理上往来般地回击 再加上系统烦死个人 每个来回之后 都要加个爽度 二十 三十 五十不得 简直磨音灌脑 几个来回后 轮到沈青秋脸黑了 这哪是打架 连卫招都不算 简直是调戏 你朝哪里打呢 逗我呢吧 打架不是应该 以击倒对方为目标吗 这么想住 沈青秋一步留神 用力过度 朝洛冰河那头栽倒 洛冰河居然躲也不躲 任由沈青秋冬的一声 砸到他怀里 听声音带笑 似乎心情又愉悦了起来 这招可是师尊亲自教我的 力道须有收有放 最近下盘不稳 为何自己反倒忘了 这一刻 沈青秋脑子里疯狂地刷了满一瓶小出声 妈蛋的这招他还真叫过洛冰河 邮寄当时 洛冰河刚从柴房搬出来不久 虽然仗助乍天的资质 自己胡乱折腾也有一套打架的方法 但除了入门弟子人人机会的几下砍刺戳 再往上走的招式就狗屁不通了 沈青秋看他练了一套剑法长法步伐 扶了两久 洛冰河坠坠不安在旁边等凭借 沈青秋不忍打击他 半天才挤出一句 颇未变通灵活 为了把洛冰河这不忍之事的习惯呆 正可谓是杀费苦心 天天记他做私人指导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洛冰河之从影和领悟力 应该一点就通 不用他跃第二次 可实际上他却表现得非常顽固 砖砖教诲 转头就望 总是用力过猛 往沈青秋怀里撞了不知道多少次 撞到后来沈青秋也怒了 你究竟是不是故意的啊 他忍不住在洛冰河后脑上不轻不重 拍了一巴掌 喝道 你这是欲敌之敌吗 根本就是头怀送抱 满脸通红的洛冰河 这才老老实实练起来 不敢随便失误了 可是今天 却要被洛冰河反过来指导他姿势不对 这什么事道 沈青秋觉得自己为人失表的尊严 受到了挑战 环卫反击 洛冰河的手顺住他几杯线条一路滑下 沈青秋生生出了一杯的鸡皮疙瘩 他咬牙道 洛冰河 脑内盘木 小畜生乘三 系统 爽度加一百 恭喜 恭喜个头 洛冰河又拽下一段白衣残片 道我看现师尊身上穿着这件衣服 心中十分不快 环是私前净了好 这是不把他扒光不罢休的意思对吧 沈青秋道 你要是讨厌我 倒也不用和这件衣服过不去 这是公义消的 洛冰河成了脸色 师尊才是真的讨厌我 一件衣服也非要和我划清界限 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 为什么两个大男人 一个是扎反一个是男主 要在这里被疫情墨连的人围观 一本正经地讨论一件衣服 洛冰河你原来是感情细腻型的吗 我都挤你拍前经地好了 你还想怎么样 总不能要求我手洗了亲 自己你送回去吧 沈青秋神色变幻莫测 洛冰河现状 道 师尊在想什么 他亮亮地道 如果是功一消 奉劝师尊 不必再想他了 沈青秋闻言 心中油然而生一股不祥之感